第三屆U12世界杯少棒錦標賽第一天 首場比賽由B組的美國隊 交手尼加拉瓜 先攻的美國隊來勢洶洶 一局上半就展開攻勢 第二棒的Ryan一棒打穿二油防線 接著下一棒的Follet推打到右外野方向 形成一二雷友人的局面 沒想到尼加拉瓜先發投手Rio 還送出四壞球保送 直接把雷包塞滿 而且才一人出局 不用安打就有機會得分 緊張的氣氛讓尼加拉瓜 小球員們自亂陣腳 DS這支平凡無奇的內野滾地球 三壘手傳給二壘手封殺跑者 沒想到二壘手卻發生漏接失誤 讓美國隊首開記錄 接著同樣還是滿壘 第六棒的House 補上中間方向的穿越安打 擴大比數來到2比0 到了二局上半 尼加拉瓜還是擋不出 美國小球員的攻勢 開路先鋒Torres 把握無人出局三壘友人的機會 適時送上內野滾地球 追加比數來到三分領先 儘管處於落後 不過尼加拉瓜 沒有放棄任何一絲反攻機會 二局下半 第四棒的Royal選到四壞球保送 接著靠著倒壘攻佔得點圈 儘管等了兩個人次都無法得分 但是第七棒的Olivas把握機會 一棒把小白球送向中外野 距離夠深遠 讓尼加拉瓜順利打破鴨蛋 追到1比3 不過身為上屆冠軍的美國隊 怎麼可能眼睜睜看對手追分 三局上半 一二壘友人的情況下 Dilandri把球送向左外野 繼續擴大差距 美國隊這場比賽投打俱佳 先發投手Dilandri 竹頭二右三分之二局 就標出五次三陣 直失兩分 打線也在四五兩個半局大爆發 四局灌四分 五局灌五分 完全壓著對手打 中場美國就以15比3 擊敗尼加拉瓜 拿下首場勝利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